作為香港科技大學的一名教授 李澤香在將新技術 轉化為新產品和新產業的領域 已經奮鬥了二十幾年 成功幫助創辦了 市值百億美元的 大疆創新無人機公司 工業機器人領域的 理群自動化和水上特斯拉 異動無人船等企業 和松山湖機器人孵化基地等等 在李澤香的心中 另一個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讓這些新時代的 創業創新人才也能量產 如何系統性地培養出 屬於智能時代的人才 李澤香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答案 從湖南的農村到美國 再回到香港和深圳 李澤香的足跡遍布全球 這些年來他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但也可以說他只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讓科研成果走出校園 走出實驗室 走向廣闊的市場 也成就了不少的創新型人才 這一切的背後都是他用科技和教育 改變世界的初心 以前我上課教書都是傳統的模式 就一般第一個星期開學了有100個學生 期中考試結束了只有50個學生 快到期末的時候只有20個學生 所以你要求著學生來上你的課 老師也很受打擊 學生也很苦悶 是吧 他要學他覺得沒用或者沒興趣的東西 所以後面我教機器人比賽這門課發現 學生倒過來了 學生很有激情 很有興趣 沒日沒夜地在實驗室調查的機器 我唯一要做的就是他們 把他們從實驗室拽出去 讓他們去睡火覺 完全就顛倒了 李澤香非常關注全世界 在工科教育創新上 走在前沿的一些學校 多方借鑒 主導進行了粵港機器人學院 和香港科技大學一些項目 新型辦學模式的嘗試 他希望探索出可規模化的 以問題為導向 多學科融合 基於項目學習 動手實踐的全新模式 那您看到的就是現在 比如全世界在這個工科教育領域 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創新 有什麼樣的一些共同點呢 一個更系統的更大膽的 一些探索不多 最有名的當然就是 Oli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它也是經過20年的探索 一個全新的平台 有很多很好的體會 跟以前的這個模式 幾乎給顛覆了 顛覆了 這是一個太了不起的一個嘗試 百分之七八十的課程 都是以項目制學習的方式來進行 可能學生在他試練過程中 不是這個一門課是這樣 他可能會有二十三十個project這個course 所以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呢 這個老師的教課方式也變過來了 以前都是老師就在灌輸考試的這形式 現在可能是一個團隊 老師也是一個團隊 然後在旁邊來輔助引導學生去做這些項目 然後再一個呢 老師角色也轉變了 角色也轉變了 老師的評估考核也都完全都變了 那評估是靠什麼樣的一個標準呢 新的模式呢 就是這個老師不是以老師的論文 而是你怎麼這個幫助學生去成功 他沒有系沒有學院 他完全這樣呢就是把這個學科的這個壁壘 學院系的壁壘給他打破了 那學生進來算是他要學什麼呢 就自己報項目和題目 以前我們學生這個錄取學生 都是看他的考試成績 所以他現在呢這個學生 他的整個performance 他的portfolio 然後呢只是讓他有一個門票 可以參加學校的這個兩天的一個面試活動 所以在這兩天呢 學生跟老師跟以前的學生會組成一個團隊 一塊來做些事情 一塊來解決些問題 看他怎麼與人相處 怎麼溝通 怎麼去這個互動 所以這又是一個很大的這個突破 他會有一系列的這些項目的課程 然後最後他再根據他的興趣 可能他覺得他想在某個方向更突出一點 這就是他的專業 你們在柯大縣已經開始去想要去套用這個模式來去複製人才了是吧 是我們現在這個第一批這個廣州校區的研究生已經進來了 現行的效果怎麼樣呢 就是感覺到就是套用這個模式的話 是這個效果呢直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非常讓我們這個驚訝 一個你看學生的參與程度 如果學生大心仰的喜歡這東西 他每日每夜的都會去做這個事情 就狀態的改變了 狀態的改變 第二個呢 我們也有一套這個體系是吧 他這個也是還是有作業 但是他那個作業是針對這個解決項目的這個過程中 是吧 所以這個是他怎麼去做的 對吧 他的方法 他的思維模式 然後這個最後他要Demo 是吧 要展示他的一個產品 是吧 讓大家解釋他做了什麼 怎麼做的 為什麼這麼做 他得有一套這個分析的東西 就是怎麼用這個模式來學習這些數學 物理還有工程的專業基礎 所以我們這是目前一個新的嘗試 以前的這些數學課你知道是怎麼教的 對吧 就是老師在課堂裡講學生做作業 然後考試 所以現在用 而且不太知道怎麼用 就我背了這麼多公式說真的 從小到大 全部還回去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用得上這些東西 對啦 但關鍵問題你是怎麼用 你只有用了以後你才真正的理解 那個東西才是你的 所以我們這個學期呢 就是這個用一些項目 他要設計一束床 他需要這個用一些數學知識 用一些力學知識 他自己去學會整合這些知識 然後他實在不懂的 老師給他一些提示 或者是還不懂得他們相互之間討論 而且在這個討論的這個過程中 可能自己就把這些知識給內化了 對啦 對啦 就嵌入到他的這個學業裡面去了 2019年 香港科技大學INNO-X項目的第一批學生 開始了他們的探索之旅 新項目不以學習成績為錄取標準 而是讓學生組成團隊 和老師高年級的學生們一起做項目 試圖解決各廣泛領域的實際問題 你們兩個都是這個第一批的這個廣州 等於這個NOX的這個項目的學生 就等於是剛才李老師也說了很多 就OLIN的模式 這種項目去的這種去開展 能不能說一下就這個加入這個項目 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體驗 主要一個是它是項目導向的 就跟我做機械比賽很像 就提出一個需求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比較完整的一個團隊 去根據這個需求 然後去做相應的產品出來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做這個產品需要什麼知識 我就去懸念知識 而且是要用到我們產品上的 你呢 它在這個項目開始前 會有一個下令營 就是說是做跟智能建築有關的這個 topic 於是我就來參加了 那麼其實像我的背景還是晶片設計 可能就是本身的研究方向 和這個不是非常的match 但是我可以把我利用到的一些方法論 還有一些知識技能 可以輔助到一些核心團隊 然後我們最後做出了一個叫塔吊機器人的自動化駕駛系統 這個等於是你們的一個最終的一個產品作品 就等於是這個六個星期的一個成果 所以你們一個學期有幾門課呢 這個學期是主要有兩門比較大的必修課 我們那個產品設計我們聚焦的是攤房 然後另一門數學課是聚焦一個小程設計 但是它中心都是一樣的 所以它是想教會我們如何去做產品 一個是幫助我們怎麼去發現有效的問題 另一個幫助我們如何去科學的去做產品 就數學課你們就是做等於是這個什麼船的這種船模 背後是要有一些科學的計算 第一次下水就是我們的考核 就是希望我們能夠設計東西 圖紙上面已經全部東西都算好了 做出來就是OK的 湯房這個社會現象吧 其實它算是香港比較特有的一個現象 就是湯房也是說把一個傳統意義上的一個單元嘛 就是再進行二次切分 切分出小單元 每個小房間可能一百尺都不到 那就是十平方米都不到 然後往往會住不止一個人 所以這個是你們的一門等於是一門必修課是吧 我們這門必修課的全稱呢是叫產品設計課 就是通過我們的Outreach 去發現一些社會中真實存在的一些現象或者問題 然後去採訪到相應的利益相關者 Stakeholder去幫他們解決這個問題 衡量一個工程師的一個標準 是吧 不是說你只做一個技術性的東西 而是你能夠解決個社會問題 讓社會這個老百姓或者是一個 一部分的這個受眾 對吧 能夠改變他們的這個生活 我們也不知道這些學生 最後他能做出什麼東西來 但是呢我們希望他用一些方法 去了解這一個群體 他們有什麼痛點 然後把這個問題把它定義清楚 再圍繞這個他這個群體的這個 來不斷地定義他的 迭代他的這個產品 一直到這個有個東西 覺得能夠解決他們的問題 所以也是一種產品思維 是個產品思維 去解決社會問題 是的 是的 也是一種新的嘗試 是 不管是一個服務產品 或者是一個物理產品 這個都是 或者是共享的一些商業模式 都是一些這個課程 可能要這個可以產生出來的 感覺李澤香是一個好奇心很強的人 那今天呢一見到我們的這個團隊 因為他知道他們很早就已經來 就佈置場地了 他一進來就說 哎呀覺得這個 我們的這個整個裝備 可以怎麼樣的優化 那之後和導演呢 又有很多的交流有關這個媒體行業 痛點在哪裡 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就需要什麼樣的設備的更新 優化 自動化 可以提供怎麼樣的一個智能設備 給到媒體去使用 那和很多他專業領域 看似無關的東西 他都是抱著很強的好奇心去了解 包括每次跟我見面 可能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去問到我 那看到呢 他就是戴著一雙 發現問題的眼睛 去再過他的每一天 所以為什麼他能發現 這麼多的市場痛點 這麼多的問題 能做成這麼多的事情 其實和這個是有直接的 一個關係的 那他呢也希望 培養他的學生 能成為這樣的人 能帶著一雙發現問題的眼睛 去度過他們的每一天 去學習他們要學的所有的東西 他也特別希望把這種教育 可以延伸到帶給他的學生 李澤香深刻意識到 智能時代對創新型人才需求的緊迫 和發現了傳統理工科教育的痛點 另一方面 他也深知 創新需要家庭教育和各個階段 學校教育生態的養成來配合 下節繼續 隨著我們走進智能新經濟的時代 中國的產業發展 進入了深水區或無人區 那麼跟隨模仿已經不足以支撐我們 繼續往前走 中國經濟的高速高質的發展 迫切得需要更多的原創技術 和創新型人才 那中國的工程教育 怎樣才可以結合實際 放眼未來呢 李澤香是中國工程教育 創新型人才培養裡 一個重要的人物 我們也看到 確實中國的這個產業 還面臨很大很大的挑戰 在過去這個40年 是吧 我們只是這個在後面 這個通過快速的學習 把一些成熟的東西掌握了 所以說這個 但是未來的40年 我們不能只靠 原來的這個發展模式 必須是很多自己原創的東西 或者是自己去定義的東西 能夠出來 所以我們需要一批年輕人 能夠很有創新力 他去這個不斷地創造新的東西 未來你到底說 哪個具體的科技 他會佔這個主導重要地位 對吧 有人說AI 有人說物量網 有人說機器人 有人說生物科技 實際上呢 這個對年輕人來講 更重要的 是怎麼去挖掘他的興趣 然後怎麼去這個 學會去學習新的東西 這個遜責他的興趣 是吧 怎麼跟人相處啊等等等等 因為這個一個 我們一個簡單的一個 有些study 對吧 一些研究 就是一個好的學者 他也許每五年或者十年 他就會改變一次他的研究方向 所以在這種快速變化的這種未來裡 那學生你覺得最重要的是 掌握的這種素質和能力是什麼呢 他就學會怎麼去學習 而且敢於take a risk 新工科的這個教育的話 目標是什麼呢 目標呢 我們就可以看 這個以前的這個產業 它怎麼scale up 你看這個IBM也好 這個蘋果也好 是吧 所以一個公司可能 這個有創新能力的 就是這個金字塔上面的 極少數的那麼幾部分人 今天呢我們看到 就是能參與這個世界整個經濟競爭的 你不見得只是要從矽谷才可以 所以以前的那種一個巨無霸的公司 可能就會被成千三萬個很有活力 很有創新的小公司所取代 而每個小公司呢要求 所有的幾乎都應該是有創新能力的人才 所以這個產業的格局變了 它就要求我們培養的學生 不只是能夠解決問題 而是能夠去問問題 去定義問題 然後才是解決問題 這個也是順應整個經濟結構的一個發展的一個需求 和一個結構的一個轉變 來去做出的一個相應的一個改變 是我們不是說是為新功課而新功課 而是整個經濟產業的結構發生了變化 我們必須去改革原來的功課教育 能夠適應這個變化 所以這個叫新功課 怎麼個能夠從選學生到這個引導學生 到一些課程體系 一個系統的方法 使得他們能夠成為我們產業大批的這種人才 那有沒有發現 就是你說看到這個 因為你有很多這種創業成功的學生 他們的成長經歷或父母的培養方式 又有什麼樣的一個共性呢 就有什麼是大家 比如說父母 現在從小可以去做的事情呢 很多都有個共同點 就是他們從小就喜歡折騰 喜歡動手 但我覺得看到中國的大環境裡面 可能比較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你要去搗鼓 你要去動手 需要有時間和空間 但我們如果學校裡面 課內是填滿的 然後課外活動還是填滿的話 哪裡來這種時間和空間去創造呢 對的 這就是一個非常矛盾的問題 在現有的這樣一個教育體系下 不只是大學 中小學也是同樣 從幼兒園就開始考試 中考 初中 高考 一路下來也都填滿滿的 所以現在就是先從大學進行改革 他學生的錄取標準 就不是這個以這種考試上主導 而是它的這些綜合性的一些東西 所以這樣呢它可以傳遞到這個高中 初中甚至小學 所以這是一個生態一個系統的一個建設 我記得而且好像看過以前說 Carnegie Mellon有做過調查研究 反而是上的課越多的學生 好像是說後來的成就是不是越低啊 有一個這樣的一個關係在裡面 那你肯定呢 因為你課上的多了 你都是被動的灌輸 你只會這個考試了 你沒有時間去拓展你的興趣 所以你對很多東西呢 你都是這個一知半解 所以你沒有興趣 對他了解不透 所以你在後面的話 你基本上就忘掉了 可能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的話 如果對家長的建議 是不是也應該是提供一些空間 給到小孩子 是的 怎麼個讓家長能夠也了解 這個功課教育 大學教育已經跟原來很不一樣了 然後再怎麼配合小孩 在這個中小學也有相應的 可以這樣一些改變 需要勇氣 敢於與人不同 但教育往往是最難改變的 最抗互的改變 這個這麼大的題目 沒有把你嚇到 但是我們反正從小做起 在我們能夠影響 能夠力所能及的這個範圍 對吧 從一個一個的小事點開始 然後再一點一點的去影響更多的人 李澤香她是有一次看到 我做了一個創新教育的系列 那她當時我不知道 她已經在想 就是說做一個Steam的一個中學 所以她就說約我見見面 大家交流一下 那第一次見面特別 非常的特別 她約我去爬山 然後我們就 而且不是這種有樓梯的 這種緩慢行走的概念 我們是真的是去爬山 這個沒有樓梯的 這個挺陡峭的這個山 我們在課大旁邊 那個爬了個兩個小時山 然後一起去交流 就有關這個創新教育的 這個很多的這個想法 那看到她是一個 特別平易近人的人 那整天就是自己背著一個 舊的一個紅書包 自己開著車 然後到處去走遍世界 那看到她和學生打交道 也是特別地去關心學生 很願意去和他們交流 那我來了幾次 也是她約上學生 我們一起去吃飯 然後一起去交流 聊天 所以特別和海和親 然後也是很包容大度 學生也說 基本上沒怎麼見過她發火 這樣的一個人 東方明珠香港 多年來一直是亞太金融中心 但這位來自家族企業的三代 卻希望帶領香港 在文化和創新方面迎頭趕上 下一集我們一起來聽聽 新世界總經理鄭志剛 在如何激發這家已經經營了 50年的家族企業創新活力 和培育創新方面的見解 字幕詞・作曲・編曲・編曲・編曲 手選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